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世界之大 无其不有 现在的数字风水学仍然是比较神秘的 尤其是你比较信这个 也会通过数字给你带来好的风水 会使你的运气比较顺 我们都知道 一旦一个人的运气比较顺 做什么什么成 那么数字风水学真的有能量吗 现在信的人多吗 数字风水学真的有能量吗 答案是肯定的 我们曾经就经常地听到这样的一句话 也是老子说的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这样的一种说法已经延续了几千年 可见 从很久远的时代 我们的祖先就对数字特别地崇拜 因为不管什么存在都是有能量的 所以数字的存在 同样也和风水学有直接的关系 比如我们把四看作不吉利 甚至在赛车时赛马时都不用四这个数字 担心这个不吉利的数字给自己带来霉运 所以数字风水学它的能量是比较强大的 只不过是看不着摸不着 但只要你相信它会随时伴随着你 数字风水学现在信的人多吗 现在仍然有很多的人在信 尤其是信佛的人 就特别地讲究数字风水学 特别是现在人均一部手机 谁都想让自己的手机能和风水学沾边 因为这样可以给自己带来好运 好运可以让自己做什么事情都顺顺利利 所以在选择手机号的时候 很多人会选择一些和风水学相关的数字 给人的感觉就比较顺 用着也比较舒心 每个人都会有各自使用的手机号码 一般来说 假设手机号码有这些数字 1825799763642442数字时 说明容易破财 有是非 婚姻不利 是一个另类思考的人 工作另类 情绪另类 需求另类 敏感度高 不稳定性高 亲朋好友眼中的异类 善用你的优点 你将比别人更有优势 相反 手机号码有这些数字 12 21 96 55 48 84 37 73 说明此人容易出钱 耗财 有是非 被骗 事业发展会受阻 二 手机号码的数字解释 一 属于太极之数 万物开态 生发无穷 二 属于两仪之数 混沌未开 进退保守 三 属于天地人和 大势大业 繁荣昌盛 四 属于待遇生发 万事甚甚 不惧阴谋 五 属于五行俱全 循环相生 圆通畅通 六 属于六摇之数 发展变化 天赋美德 七 属于七正之数 精悍严谨 天赋之力 八 属于八卦之数 潜坎更正 迅离昆队 九 属于大成之数 蕴含凶险 或成或败 三 手机号码 看贵人运势 手机号码 也能够影响 使用者的贵人运 其中利于事业运势发展的手机号码 数字一 因为数字一在八卦中为前卦 代表领导 一把手 功名 头脑 快速等信息 在选择的时候 计会和五 零 这两个五行属土的数字组合在一起 最好的组合是四 九六 组合在一起 这样比较有力增加一的作用 比较有力的组合为 四九四九 六三六三 六四六四等 四 用什么手机号码好 很多人觉得 好的手机号码 就是几个数字连在一起 比如说 111 888 777 666 555 但是 真正吉祥的手机号码 并不如此简单 要遵循一定的规律 最好的手机号码可总结为 第一 五行确定尾数 第二 一记顺口 第三 谐音吉祥 要遵循或者达到每一项要求 其实不简单 但是 大吉大利的手机尾号 还是很好确定的 五 大富大贵的手机尾号推荐 手机号尾数为八 关于数字八 大家都不陌生 也知道 它能够让一个人大富大贵 数字八 确实能够旺官运和财运 在外有亲朋可依 一生贵人运势颇旺 职场可升职加薪 官场能加官进爵 这也是为什么 那么多人推荐数字八的原因了 手机号尾数为二 在传统文化中 二是能够象征着双的 而双字的运势 一直都是寓意着许多的吉祥的运势 例如好事成双 双喜临门等等 因此 数字二在运势上 是能够得到许多不断上升的运势 促进使用者 在财运和事业都能获得不错的发展 而且是具有成双成对之事 同时能够带来不错的因缘运势 形成多重的运势加成 手机尾号为零 这个数字有比较强的可塑性 特别是对感情方面 这个数字能够招来桃花运 形势极多凶少 财运桃花皆旺 一生可享顺遂平安 而且这个数字特别适合 三十多岁的人使用 因为这个时候的他们 往往属于事业的上升期间 也需要巩固感情 六 怎么选合适的手机号 那么我们在选择手机号码的时候 可以从三个方面出发 第一是好记 第二是风水好 根据数字解释来判断 第三是吉祥 像在手机后四位中 前两位数加起来是15 后两位加起来是9的号码 无论男女使用 皆身材两旺顺风顺水 比如698178819618都行 同样是后四位 前两者加起来为11 后两者加起来为8的号码 先苦后甜 先师后德 再比如5671 3835 8335都可以 代表着先小后大 长久吉祥 按照这样的规律 可以为自己挑选一个 合适的手机号码 对我们一生的命运 有一个好的加成 而且好的手机号码 必须满足能够平衡 自己的五行这个条件 这是望运的根本 在数字中 它们的属性是 一六为水 二七为火 三八为木 四九为金 五零为土的原则 五行缺什么 就选什么作为自己的幸运数字 如果你缺火 你就选择有二和七的手机号 而且这两个数字越多越好 说到这里 可能很多朋友还是不相信 毕竟通过数字来改变命运之类的 听起来确实不靠谱 但是事情就是这么的神奇 由不得你不信 天地间万物都是相生相克的 例如很多数字放在一起 就是福气 而有些数字则是霉运的象征 所以有很多朋友 直接请大师推算之后 更改了手机号 可能很多朋友会有一定的怀疑 手机号这种近代的产物 难道你们也能够 与数字能量学有关系吗 简单地解释一下 因为世间万物都是相生相克的 有其自己的运转形式 所以当数字出现在你身上的时候 会对你造成一定的影响 或好或坏 就好比我们做的磁场实验一样 同样的苹果写上不一样的时间 就连腐败的程度都不一样 多么的神奇 让人不得不信 风水这个事情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不然也不会一直传承下来 所以说你的磁场 与手机号的磁场如果相撞 那就趁早更换手机号 让自己的地磁场更加强大 运势更加顺畅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